温度知识 由安心理财 有情支持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平凡质解的创意 往往正是催生惊世变革的原始动力 那些看似简单 却蕴藏革命性前景的构想 正静静地躺在实验室 等待着破茧而出 温度知识 今天将带大家共同解读这些创新 看看它们 如何改变世界 加拿大公司超隐生计 研发出一种像纸张般轻薄的伪装材料 无需使用电源 就可以让物体从眼前消失 甚至能隐藏坦克和战机等大型军事设备 因此有军事上的应用价值 超隐生计 研发伪装技术多年 该公司董事长 克莫瑞最近为这项技术申请了四个专利 其中第一个就是被称为量子隐形的伪装材料 它利用类似双凸透镜折射光波的原理 让肉眼难以见到这种材料背后的物体 进而达到隐形的目的 该公司称 这种材料可以用来隐藏人员 车辆 飞机和建筑物 所以军事用途很广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的研究人员 已经研发出一种仿生眼圆形 不仅能够恢复盲人的视力 而且能够让正常人获得超人般的视力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台特制的3D打印机 来打造仿生眼圆形 整个仿生眼的打造过程耗时大约一小时 这种仿生眼能够将以25%的转换率将光转变成电 但是我们暂时还无法将这种仿生眼移植到人体当中 仿生眼最终能够改善任何人的视力 当然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需要植入仿生眼 来取代健康的眼球 所以你的眼睛的效果是 一旦研究人员获得成功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那些具有超级势力的超级英雄的名字了 我们已经听说过实验性的自修复混凝土 它可以修复其内部的裂缝 现在科学家们利用细菌 创造了可以在现场生长的建筑材料 并且这种材料在破碎时可以再生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研究团队 首先将沙子和明胶水凝胶结合在一起 然后将混合物放置在砖型模具中 像其中锯球蓝细菌中加入蓝细菌 混合物的内部结构充当了微生物 可以在其中栖息的支架 最终研究人员希望 技术可以在建筑材料中找到用处 这些材料可以从供应的成分中就地生长 并且具有自我修复功能 来自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 为早产儿设计了一个听音乐的干预项目 并用医学的影像技术观测这项音乐干预项目 对早产儿的大脑结构和发育是否有影响 不少的早产儿由于身体和大脑发展的时间不足 在日后的发育期间容易产生神经发育障碍 包括学习困难、专注能力差或情绪障碍等 大脑的不成熟加上令人不安的感觉环境 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大脑神经网络不能正常发展 根据这样的情况 研究人员建议引入愉悦的环境 来丰富早产儿的环境息息植入 并且制造更多适合的方式刺激大脑的发育 下面是安心学堂金融知识小百科时间 教育基金是指通过省税的手段 给孩子读书积攒大学学费 通常可以通过529计划或保险计划来进行 区别是529影响奖学金而保险不影响 保险还可以用来做父母的养老金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安心学堂近期的课程预告